等等 我还以为有什么新鲜的呢 要不你也一哭二闹三商调 回娘家 太俗了吧 不过话我跟你说清楚 回你们家想怎么说我不管 但是我爸 现在在安徽老家遗养天年呢 千万别打扰他 懂点事 管住你的嘴 你也有怕的人 放心 我怎么做人不用你教 好 怎么了你 最近是不是有什么新事啊 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别憋着 没有 我就是睡得不够有点晕 我先动你过吧 算了 要不然来不及了 路上随便吃点儿得了 秦医生怎么还不来啊 秦医生知道我出院吗 知道 他正在给你办出院手续 你是不是不愿意我接你回去啊 老是秦医生秦医生的 你自己想好了 要是想听人家讲故事啊 就别跟我回去 你发提气干什么呀 回到家天天都是我一个人 我害怕 怎么就是你一个人呢 我不是人啊 我陪你 周阿姨 秦医生 秦医生 他说让我出院 周阿姨 您现在回家住有点时间 对您的康复我会更有帮助的 您放心 我会长期看您 您那么忙 您哪有时间 回访啊您是我的病人 我去您家里边回访 那也是我的工作 这是你说的 你一定要来啊 我等你啊 一定 一定 您先坐一会儿 坐吧 小玉啊 来 跟你说点事 您先坐一会儿 怎么啊 这个啊 帮我转交给你妹妹 什么呀 她昨天送你妈来的时候啊 去我那儿坐了会儿 把这个 都在办公桌上了 秦医生 您对我妈照顾得这么好 小雪只是想表示一下她的感谢 您就收下我 真的不用不合适 我们不是朋友吗 再说了 要让医院知道了 对我也不好 我们医院里面有纪律 请进 主任 有哪一封信 放那儿吧 这边 你也真请 想起一出事也出来 街妈出现这么大的事 你也不事先跟我商量一下 你就一车夫 哪那么多话呀 我是车夫啊 他求证你算干嘛地的 想当初他追你的时候 别说街妈出现这么大的事了 就咱们家缺瓶酱油缺头蒜 他都是百米冲刺跑着去买 什么情况啊你们俩 哪天我都找他好好谈谈 他想不想跟你好过了 能过就过 不能过就算了 你什么意思呀 这是请医生还你的 我еры 我想请医生 一点点 それは当初他怎么un doin 我仍然找到真正的 像是谏兴 就是想到您订有 里面的人 都并没有 której是听悟 里面装着钱呢 咱是来买东西的 还有 钥匙没拔 车窗也没关 你怎么回事啊 想什么呢 从你见了唐小语回来 直到现在 你一直魂不守舍的 唐小语跟你说什么 能让你这个样子 没说什么 别多想 是我多想吗 你这个样子 好像是我欠你什么似的 你今天必须说清楚 唐小语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我那天见着小语 能看得出来 她过得很不好 所以这两天我才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我向你保证 以后不再想这件事了 行吗 说这话你自己信吗 你不会撒谎 你的眼神告诉我 你做不到 我都不可能 你能不能吃饭 你不是还不知道 我怎么会怎么看 神经病 不过 我这就会以后 我无 stomach 你会让我吃很多 我 我 可能 你不过 自己的 你跟爸说实话 宋建国跟着个女人的事 你知道不知道 问你话呢 我知道 你知道 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 知道为什么要瞒我 我还是不是你爸爸 爸您别管这事了 我自己的事我自己解决 你自己解决 你自己要是能解决 这些破照片就不会被别人放到我的桌上的 我真是觉着对不起你司机的妈 你的婚姻弄成今天这个样子 爸爸还是通过匿名起报才知道的 婷婷啊 宋建国这个女婿是你自己选的吧 爸爸当时那么反对你就是不听 结果怎么样 弄成现在这个结果高兴了 爸您别说了 您是不是想要我跟宋建国离婚 我告诉你 我不会离这婚的 我当初嫁给他 我为他付出了一切 我就这么耗着他们 我豪车开着 好房子住着 我吃香的喝辣的 我自在地喊 我耗死他们 天灵 你这样爸爸心里很难受 我还没死呢 宋建国 你必须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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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脱口 顾元梅 干什么去啊 家 家里没醋了 我去买瓶醋 不许去 这吃饺子哪能没醋呢 我去去就回啊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干什么去啊 不许去 你嚷什么嚷啊 我就出去了 有本事你修了我 你去去去去去 我说你们爷俩 这叫什么事啊 我跟自己儿子见个面 弄得跟地下党接头似的 他又冲你发脾气了 建国 你个妈也买一呼机行吗 你说你一回来 不是打电话就是摁喇叭 你爸惊着呢 一听就知道是你来了 他现在七星大着呢 行 我给你买一呼机 再加一大格大 好不好 好 来来来来 这些东西是孝敬您二老的 干吗又乱花钱哪 这东西家里都有 挣钱不就是花的吗 再说了 这里边有小雪的心意 建国 不是妈说你 要想你爸原谅你啊 你就把小雪的事情处理好了 你是结了婚的人 你老婆是吴婷婷 你说你这样做 不是把小雪和吴婷婷都害了吗 行行行 妈 我心里有数啊 上去吧 你有什么数啊 我还没说完呢 好 你说 我听着呢 妈听你想过了 要不你就干脆点 跟吴婷婷离婚 把小雪娶回来 我和你爸 都认得这二媳妇 要不你就跟小雪说清楚 彻底了断 跟吴婷婷她的事是过日子 行了 妈 你就别给我念经了 好不好 老爷子什么时候 赏脸见我一面 就你这样 嗯 他一辈子都不会见你的 走了 上去吧 慢点开车啊 知道了 老唐啊 我病好了 出院了 我不在家的时候 你想我了吧 我也想你 你 简直太可笑了 她求证与居然敢在外面找女人 跟她离 必须离婚 不认证与居然敢在外面 不会放过那个王八蛋 还有那个第三者 你给句话呀 我不会跟她离婚 为什么 我跟邱正宇的婚姻走到今天这一步 不能全怪她 我也有责任 是我先没有尽到一个做妻子的义务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你别问了 我们之间的事情 你是不会明白的 好 你不想说我也不勉强 可她现在在外面找女人了 这性质就不一样了 你要是不离婚 我都看不起你 我要是跟她离婚了 我要是跟她离婚了 宋长青和承杰的日子 就真的没法过了 你活得累不累呀 你瞧瞧你自己现在都过成什么样了 你还有心思管别人的事 我最讨厌你这样 我回去了 您好 宋总 你们老板在吗 您跟我们张总有事先预约吗 我还用得着预约吗 告诉他 就说我找他谈生意了 对不起 宋总 张总去香港出差了 您不知道吗 不可能 是的 张总是坐今天上午十点半的航班走的 不好意思 宋总 别打了 我们张总真的去香港了 估计没有十点半个月回不来 是吗 张总临走的时候 把公司的事情交代给我了 你找他是为了红星厂的项目吧 这样 到我办公室 咱们俩聊 别开玩笑了 你一副总能说了算吗 宋总 在天运公司 我们上班不开这样的玩笑 不 够能装的 行 去你办公室咱们慢慢聊 跟我来 我这个酒櫃就是个百宝箱啊 这个酒永远喝不完 陈杰不是经常送吗 别打岔 这个酒是不是宋建国送来的呀 咱可是约定好了啊 这屋里不提建国的事 吃饭 吃饭 顾约梅啊 你以为我得了老年痴呆了 你们两个是中午见的面 是吧 然后你拎着一大包东西上来 直接进了储藏间 我这几年喝的酒 是不是这小子送来的呀 你先把酒放在储藏间 然后一瓶一瓶倒在那个酒柜里 是不是啊 我问你话呢 是不是啊 是啊 这么多年你喝的酒 全是建国送的 你有骨气你全吐出来呀 干什么呀 自己的亲生儿子不依不饶的 这事一半也擦过不去了 我看见你了 你咱们吃什么呀 你咱们吃到有地方 你咱们吃点 你咱们吃不够在这家里 你咱们吃了 我咱们吃醋 肚子吃得咱们吃了 你咱们吃了 你咱们吃得太咱们吃了 他和小雪现在怎么样了 划清界限没有啊 你问谁呢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啊 你必须给他说清楚 这个问题他要处理不好 我是永远不可能见他的 吃饭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还想问你来这儿做什么呢 你昨天跟张秋良在温泉里泡了半天 怎么着 没谈拢了 你到底干吗来了 我说我跟张秋良喝早茶 你幸福 家里闹一闹就算了 生意上的事情别瞎搅和 生意上的事 谁生意上的事 我跟张秋良谈我跟他之间的生意 关你什么事 你说什么呢 听不懂啊 没关系 宋建国 你真以为你在宁州市房地产 是孤独求败吗 我吴婷婷很快就会告诉你 你是怎么拜的 拜在谁的手里 你是不是疯了 嗯 我就是疯了 你别太紧张了 我不过是跟张秋良 打一场麻将而已 来 掉头 不是要回工地吗 送我去群义馆 你不送我打车去 我再说一遍 我跟小语真的没什么 你千万别多想 桃小语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去问问他跟邱正宇 过得怎么样不行吗 振宇 我也没把你当外人 今天把心里话全都跟你说了 说实话 我爸也快下来了 宋建国这几年怎么对待我 你也是看见的 我压根也没想过 将来我还能吃饱得上他 今天我跟你说的这些话 张秋良那儿 吴总 你不用说了 我很能理解你的感受 因为宋建国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太清楚了 你这么做一定有你的道理 我也不想多问 更不会透露给别人 这点你放心 至于红星厂项目的事 等张勇出差一回来 我就把你的意思跟他汇报 我想不会有太大问题的 张秋良那儿你要让他明白 国学公司真正的大股东是我 不是他所见过 或什么做不是为了钱 我有能力让任何一家房地产公司 拿到这次项目 我说这话的意思 你明白吗 我当然明白 我总的能量 在这个圈里谁不知道呢 我想张总一定会感激你的 那好 我告辞了 我送你 我送你 扮得漂亮 都听清楚了 非常清楚 能接受吗 太能接受了 我跟你说啊 跟宋建国这小子比起来 他老婆吴婷婷 还真不能算是个贪心的女人 剩下的 就是看吴满腾怎么出招了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停 很好 全体起立 今天的课就到这儿 同学们 再见 老师 再见 解散 不好意思啊 陈姐 让你久等了 没事 看你教孩子们跳舞 让我想起咱们小时候来了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四 》 歌声 唱 歌声和声 闭嘴 廖 好 别练了啊 我倒是 成姐好不容易来 我跟她说会儿话 你今天怎么突然想起到我这儿来呀 最近接了一单活儿 忙得乱七八糟的 这都好长时间没来看你了 正好今天有空 怎么样 最近 跟求证已过得好吗 挺好的 阿姨刚出院 就你一个人忙啊 求证你太忙了 你 没时间 再说我这工作也挺轻松的 也就是教小朋友们跳跳舞 我一个人带着我妈 挺好的 小语 咱俩是最好的朋友 有什么千万别瞒着我 跟我说实话 求证已是不是还像从前那样 她还偷手打你吗 没有 真的没有 我的事你就别操心了 我过得挺好的 那说好了 一会儿我请周姨吃饭 改天我把周姨接到我那儿去玩玩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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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秋凉在玩我 邱正宇跟我说 张秋凉去了香港 说红星厂的项目他不干了 谁信呢 红星厂的项目竞标在即 他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离开宁州 摆明了是在夺我 你怎么不说话 我在听呢 知道我在他们公司楼下碰到谁了吗 吴婷婷 她还阴不阴阳不阳地跟我说 她要和张秋凉谈生意 她是在向我示威 她想联合张秋凉一起对付我 简直疯了 女人要是疯起来 比男人更可怕 她要是支援 cylinder 对付了 我可以放这 debido 她是最佳宇的 想把你看到身旁的人一負責手心 人潮的擁擠 我愛你 成績的大力 在今天夜晚夢魂 我愛你 誰能告訴我 誰能告訴我 是我們改變的世界 還是世界改變的我和你 誰能告訴我 誰能告訴我 是我們改變的世界 還是世界改變的我和你 才能告訴我 我们改变了世界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 和你 宋建国 宋建国 你改变了吗 我依然爱你 放屁 真的 我这辈子就爱你了 没有爱过第二个女 那你怎么不娶我呀 你为什么不娶我呀 你知道这么多年 我一直在等着你娶我吗 我会娶的 我说到做到 你 等到 国际大厦盖好了 我就娶你 我让你成为全景州 最有钱最有钱最最有钱的女人 可我不会嫁给你的啊 我唐小雪这辈子我都不会嫁给你 不行 不要 别这么说好吗 我求你了 你这么说是在拿刀子割我的心 对 我就喜欢拿刀割你的心 在我唐小雪最美好的时候 我天天都想嫁给你 可你为什么不娶我呀 你嘴上说爱我 你嘴上说要娶我 可你混蛋最后娶的是吴婷婷 你不要 我翻旧账行吗 我就喜欢跟你翻旧账 告诉你宋建国 我心里一笔一笔都给你记着呢 我迟早有一天 我心里让旧账跟你一块儿算 我会把千里的债都还上 我会把千里的债都还上 要不然 你就一刀 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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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刀的歌手 都斯! 一刀 二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